你根本不像一个创业者 你这个男生极虚荣 可以大言不惭地把别人的房子和别人的车说成是自己的 如果这是我的女儿或者是我的亲戚 我是绝对不放心把他交到你这样一个人手上 抬头这位遭涂雷怒斥的男生名为小赵 现在可以勉强算是一名创业者 那么他究竟是做了什么让人气愤的事 才能让涂雷当场无情怒斥呢 这还要从他的女朋友小萌说起 两人是在一次聚会时认识的 而女生看上他的理由也很简单 对我特别好 我就觉得这男生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他特别心细 只要有时间就陪我 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然后就跟他在一块 但是随着在一起的时间增长 男生慢慢地就变了 没有了之前对女生的宠溺 而且做事也不再细心 而且最重要的是男生不再经常陪他 对此男生也是有着自己的解释 竟还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全是因为女生的要求 也是他一直在要求我来创业 我现在开始创业以后 工作其实特别特别的忙 确实陪他时间很少很少了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样前因后果就解释清楚 男生因为听了女生的话去创业 这才导致女生觉得男生冷漠了自己 但是女生一听到男生去创业 心中的气便不打移出来 开始了对男友创业这件事疯狂地说 我想让他有点事做 我是想让他创业 是想让他脚踏实地的 哪怕我俩开个小饭店之类的都行 可他非得跟一个什么女性的朋友 开一个传媒公司 我就觉得太不切实际了 然后他整个人都变得特别飘 现在 原来女孩让男生去创业 只是为了让男生脚踏实地地挣钱 但是他却非去开什么传媒公司 而且还是和一个女性朋友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刚开始的时候运气好赚了点钱 怎料他整个人都变得飘了 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去庆祝 一口气将挣的钱花个一多半 男子第一桶金总共挣了十万 但和朋友为了庆祝就花了五六万 为此就让女生觉得他非常的不靠谱 并且他和他的女合伙人的关系也不一般 男生现在住的房子和开的车 全部都是对方提供的 男生解释说是公司的 但是他和女孩约会的时候 却因为女合伙人的电话匆匆离开 但他跟那合伙人就关系不一般 那我俩一起出去吃饭看电影 只要合伙人一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就走了 就把我晾在那 他就直接就走了 你说哪有这样的男朋友 那到底是我男朋友 还是他男朋友 女生对此是非常的生气 但是男生对此却并不是很在意 直言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工作 自己作为公司的主要人 总有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 而且说到这 他竟还替自己的合伙人解释了些 那人家您说我那个合伙人 人家为了公司为了大家 整天在外面应手 然后我自个在外面 跟我自己女朋友出去玩 您说我这样合适吗 而这种事情在生活中还有很多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男生赚到了几次小钱之后就更漂亮 女生带他回家见自己父母的时候 因为喝了两杯酒就再也收不住了 拿着合伙人的车和房子吹嘘成自己的 连女生都看不下去了 我父母说什么 我俩以后房子都买好了 车也买好了 结果他当时就喝多了吗 可能有点 就给我父母看的房子和车 都是公司合伙人的那个房子和车 我当时就踢他 结果他也没反应 还在那吹 男生的解释也是非常的简单 直言自己第一次去见女孩的父母 在心里肯定是想留下一个好印象 而且他说现在公司是越来越好 再努力几年这些完全可以实现 但说起公司女孩便又开始吐槽了起来 直言他公司现在是特别的了 很多员工和他的关系 都有点超出了工作关系 要弄那些拍什么短视频 那关系都特别亲密 就经常给他打电话 什么叫哥哥哥 失恋了还给他打电话 然后还找他诉苦 你说我要是失恋了 我也给主持人打电话 这合适吗 男生虽然解释说是为了安抚员工 但是作为一个有女朋友的人 还和别的女生这样聊天 的确是有点过分 并且男生为了出门自己有面子 不仅不去介绍自己的女朋友 竟还让女友为了自己的工作 加装是公司的助理 然后每次出去吃饭呀 或者干嘛的 带着我们有的时候 就说我是他女助理 他说他的身份是经理 得需要女助理 就跟客户介绍说我是女助理 那你咋说呀 我就只能为了他面子嘛 然后就只能就点头答应着 男子也知道这件事做得不对 便说这是自己的舒服没有安排好 但说完又解释说 这一切是为了工作 而且他作为一个创业者也不容易 希望女生能够多体谅一下他 而这句话却再次引来了女生的吐槽 每次都是我体谅你 那你体谅过我吗 什么事都是我来体谅 那我找男朋友干嘛呀 女生自己也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 要不也不能鼓励自己的男友去创业 而他自己虽然现在还在上学 但是也经常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去做兼职 首先就是能多挣一点钱供自己花钱 其次就是能更多的去接触一下社会 怎料他的这个做法却遭男友吐槽 他就瞧不起我做那些工作 他觉得他的工作特有面子 我做什么工作都给他丢人 然后每次还威胁 我就说的特别难听 不仅不支持自己女友的工作 竟还以此对他进行嘲讽 由此可见这个男人的确是三观不正 在他的认知里自己不喜欢的事就是错的 他就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进行批评 但当女生被问及可不可以不做兼职的时候 他的回答也是很简单 好 能不去吗 那他要是陪我我肯定也不愿意自己去啊 他没时间陪我 我只能自己找点事做 看到这大家应该也都了解清楚 最开始女生让男友去创业挣钱 但正是因为这个决定才引来了现在的众多问题 当主持人问到男生可不可以 给到女生普通人想要的生活时 男生的第一反应就是便捷 生意开始是因为女生自己才走上这条路 但是如果女生真想过平凡的日子 他也不是不可以放弃现在的一切 但是女生听到他这番话 却没有丝毫感动 直言对男生这种承诺都听得太多 而当主持人问男生 合伙人知不知道他和女友闹矛盾时 男子的回答是从不把这些事和别人说 他的做法看似是不想闹的 人尽皆知 但却再次遭到了女友的吐槽 男生嘴上说着家里的事从不去公司说 但是却连自己的女朋友 对公司的人都是保密的 男生只带着女友见了一次他的合伙人 而且也只是说两个人是朋友 所以女生觉得她是创业之后有点飘得厉害 连将自己带出去都觉得不够面子 而她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希望她能有所改变 之后能够变得脚踏实地一点 我就希望就是她能改变 就即使我们以后在不在一起 我都希望她能看清楚 就别再那么虚无缥缈 就脚踏实地一点 因为我俩就以后在一起过日子 或者说她就算不在一块 我也希望她能过得好 其实女生的诉求是特别简单的 她觉得男生能脚踏实地地挣钱比什么都好 而且在她看来即使以后分开了 也不希望她能别再这么膨胀 而嘉宾老师听到这也是明白了大概 也理解了男生做这一切的原因 并且一身见血地指出了男生的问题所在 其实在我看来 男生的膨胀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每一个年轻人挣到钱之后都是这样 曾经每个月只能拿几千块钱 但是现在突然拿到了十分不膨胀 是不可能的 而这时候女生不应该一味地打击 也不应该对她一味得到纵容 更应该对她进行引导 而嘉宾给女生的建议则是这样 对女孩要说的就是 如果发现了一些 你自己感觉有问题的事情出现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底线在哪 越过你的底线就坚决不行 所以亮出你的底牌和底线 做出决断好吗 男生虽然一直在说公司的事 但是如果仔细看下来 却发现他好像又什么都没说 只知道他自己开了一个传媒公司 但是公司具体是靠什么挣钱 他每个月又能拿多少钱都没有说 这一切看起来都是不明不白的 嘉宾老师也是就此点透了女生来的真实目的 你到现在没搞明白你女朋友到底在干什么 他其实没说什么感情的事 他在担忧嘛 说公司你说不清楚什么公司 赚了一笔钱两三天六七万就造调了 所以啊 他不是在为你担心嘛 而我们再看一下男生的经历 最开始和女友认识的时候 每天什么也不干 就一直待在他身边 所以才会让女友有好感 但之后听从女友的建议去创业 刚开始因为运气赚了一点钱就飘了 之后开始冷落深知嫌弃女友 虽然觉得自己已经是人上人了 但其实他这一年时间也并没有赚到钱 但是却一直谎称自己忙的不行 那么到底是在忙 还是有其他事情也不得知 所以嘉宾老师也是通俗一懂的 解读了一下他近期的创业经历 其实我听来听去 好像也没赚到什么钱吧 就赚了那十万 还让你三下两下挥霍完了 所以我理解为这是一个刚刚进入职场 以前可能好义务劳 也没什么正经工作 对吧 自己感觉找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朋友 就天天腻在人家身边几个月 被嫌弃了 好 我创业去了 每天忙到什么半夜回来呀 或者是不知冬季呀 是真在创业干活呢 还是咱讲讲面子 说咱在忙呢 我都打个问号啊 所以听到这里 大家应该也明白 为什么男生会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那是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想要做什么 自己都正是处在一个迷茫的时候 这时候心中的想法 没办法和别人说 在很多事被别人问到的时候 只能是靠撒谎来满足内心的虚无 而同样女生也并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女生其实我觉得你也是控制欲比较强的一个人 你看他最初对你非常逆着你 很贴心的对你 其实你不满意 你嫌他没有正经工作 当他真的出去想要打拼 想要努力的时候 你又开始一百个质疑 其实从两个人的感情中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做事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对方开心 男生去创业是为了和女生有更好的未来 而女生来这则是为了让男生能脚踏实地 双方本来就都是好心的嘛 但是他们却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自己到底想要的什么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失去了自我 顺其自然其实是你们最好的状态 男生也一样女生也一样 找回自我 正如嘉宾老师所说的 有时候顺其自然才是更好的状态 很多事情越是想去改变就越难改变 男生本就是一个对金钱不太在乎的人 这也就是他能赚十万花六七万的原因 所以女生越想让他赚钱 则越是将他逼到了另一条道路上 变得为了自己那所谓的面子 开始对女友虚语威仪没有一句实话 而图蕾老师也是直言 想对于情感来说有一个信息公开更重要 所以我认为其实今天倒不是谈感情的问题姑娘 而是你们之间一些对等的信息公开的问题 如果他连这个都做不到 别谈恋爱 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现在最重要的一点 还不是什么虚荣和感情和将来 是坦白 一段感情想要能够持续下去 毫无疑问坦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有时候哪怕一个善意的谎言 都很容易引起对方无穷无尽的猜忌 同时也会给对方带来无穷无尽的担心 对未知的事情担心 这本就是人之常情 所以说不管是长时间的猜忌 还是无穷无尽的担心都能使对方身心俱疲 这样的感情也注定没有办法走到最后 所以有时候放下自己的虚荣心 把自己的问题和麻烦都去告诉担心自己的人 这样反而更容易维持感情的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